妳們平常怎麼樣經營感情 我覺得一起洗澡一起泡澡很重要 因為在那個時間 兩個人都不會被其他事情打擾 就可以好好聊一下 今天過怎麼樣啊 明天要做什麼啊 每天啊 每天一起洗澡泡澡 每天一起泡澡 但配方法好好的洗澡 因為就是 可以可以 第一次是誰想出來的啊 我 嗯 他剛 剛開始 剛在一起的時候他有被嚇到 所以他之前沒有交過女友嗎 有 不多 但 嗯 我說所以你們以前都是各自洗嗎 我說對啊 我說喔 可以一起洗喔 但是他喜歡嗎 他喜歡啊 應該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請問是妳的情緒有沒有比較薄發一點 嗯 他 他身體挺好的 哈哈哈哈 好好笑的回答 意思是說天天吧 沒有他天天啊 但他身體 身體不錯 嗯 那兩次再會 刻意的必訓嗎 那妳剛剛說講 會啊 因為以他現在忙碌的程度 如果 我要生小孩 會變成偉丹心的育兒狀態 嗯 這個我是沒辦法 我知道很多媽媽很堅強 我沒有那麼堅強 所以婚後的生活跟原本預期的一樣嗎 差不多啊 其實 差不多 嗯 因為現在住的房子也是兩年多前就買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要請老師挑的時間 嗯 選日子 因為要 又要選週末 又要選那時候的月份 要稍微看一下 像他其實沒有特別的信仰 但他都會尊重 例如說當時買房子 我說要看風水 那他就真的會沒有意見 然後 我們登記看日子是平日 那他也會去調整他的工作時間 我們兩個會互相包容 彼此一定都有 底線跟很在意的事情 那什麼事情是他堅持的 因為其實他開口前 我不會去踩到他的底線 好像也沒有特別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他的底線是什麼 是對的方面 我覺得他好像 就只要跟我在一起就好了 呵呵呵呵 他也很喜歡我的鼓勵 不管在時間上還是經濟上面 像婚禮我就有主動說 啊以他這個年紀 我不想要帶給他那麼大的壓力 嗯 我有主動跟他提婚禮 我們就一人出一半吧 他就說這樣好嗎 他第一個反應說這樣好嗎 對 我說我覺得沒關係 很可怕 很高 不過現在日幣點職啊 對我來說還好 哈哈哈哈 所以他有收藏的寫真作品之類的 有啊 我每年初年曆都會送他 然後他會放在他醫院的辦公桌上 他職場 對好像不知道怎麼找線索 總之有看到新聞 然後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所以終於他們發現你沒有在說謊 因為他之前都會跟他同事說 那個桌粒 桌粒裡面的女生是他女朋友 然後我就 沒有人相信啊 一定不信的啊 然後我就 女生人都會這樣做啊 對 對 對 很好笑 大阿 救命 quindi 是不是 耶 他 德 在 病 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